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成长空间 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像草一样活着 你尽管活着每年还在成长 但是呢你毕竟是一棵草 你吸收雨入阳光但是长不大 人们可以踩过你 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你的痛苦 而它才生痛苦 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而来怜悯你 因为人们本身就没有看到你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的成长 其实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但是只要你有树的种子 即使被人踩到泥土中间 你依然能够吸收泥土的养分 自己成长起来 也许两年三年你长不大 但是十年八年二十年 你一定能长得参天大树 当你长得参天大树以后 遥远的地方人们就能看到你 走近你 你能给人一片绿色一片阴凉 你能帮助别人 即使人们离开你以后回头一看 你依然是地平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树活着是美丽的风景 死了依然是动量之财 活着死了都有用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 坐轮的标准和成长的标准